著名美術馆今年春节提前开馆 在29日起推出充满伴着趣味的造声音活空间 还有艺术迷宫等全新特展 大年初一到初三还邀请到生生剧团 来带来世界乐器的体验 还有希望之意等30多场的精彩演出 打造知性又好玩的走春之旅 著名美術馆往年都会选在大年初一才重新开馆 不过今年特别提早不展开馆 就是要让迫不及待要放春假的民众 提前感受逐年的艺文气息 因应过年的展期还特别规划 大小朋友都适合的亲子趣味艺术伴桌 还有初一到初三生生剧团的演出 希望今年过年要给民众不一样的艺术走春行程 造音生活空间是艺术家设计出来的 一个非常有趣的声音游戏 我们刚看到可以有非常多的各式的锅碗瓢盆 然后让你用声音来伴着 所以可以体验从不同的环境中 你可以有制造怎么样子的声音出来 今年恰逢美术馆20周年定调为艺术教育年 馆内全新登场的特展是 适合亲子的照声音活空间 以及art door一点实验室 规划伴着体验 要让大小朋友透过复古游戏弹珠台的模式 球体滚落过碗瓢屯不同大小物件 来感受不同的声响 还有互动的迷宫探索 轻松认识著名老师的艺术教育馆 初一到初三我们特别邀请了声声剧场 带来了30场的精彩演出 有希望之意是踩高桥的特技人员 为你展开梦想的翅膀 还有世界乐器体验 你可以体验他们从各处带来的不同的乐器 然后体验不同的民族的乐器 有什么样子不同的声响 这是呼应了我们整个游戏实验室的主题 宿命美术馆表示春节期间只有除夕修馆 初一到初三还特别邀请到声声剧场 带来世界乐器体验 希望之意与街头打击等30多场的表演 要让大小朋友除了在宿命美术馆 可以欣赏到艺术品之外 还能观赏结合舞蹈身体音乐的精彩表演 就是要让走春之旅变得知性又好玩 季节拉宾韩金山采访报道 接下来看看 明镜需要您的典型 才能打击等传续 必须地催浓 波语 未经许